你好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就是频道Celebrity News Today 247 这是今天的新闻 终于找对自己风格了 杨子拍摄时尚大片 仙气 飘如同小龙女杨子的长相其实并不是那种特 大气的类型反而会更加的偏向于清新和可爱 上去非常的舒适 原本这样的长相也能算得上 一个邻家妹妹了 可是杨子有一个非常致命的 点 那就是微胖最近的杨子还拍摄了一组时尚 杀的大片 其他之前惨不忍睹的礼服造型来说 算是终于找对了 属于自己的风格那么各位网 们 你们觉得杨子这次的瀑布大片和之前杨幂 设的那组古风大片比起来 谁的感觉会更胜一 那 其实我觉得双方只能说是各有各的特点吧 肯定是杨子更仙气一些 汉服美女汉服美女线 是很多小仙女的称谓汉服原本就很美 女生如 长相俊美的话 穿上汉服就更美丽了很多想要 先感觉的 一般会选择望清汉服这也是很多名 选择穿着望清汉服的原因不是所有的汉服都 以鲜鲜的望清汉服被称为吕拍美拍望清汉服 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舍的田宇兰洗白了 角色反 太精彩 蒋心又要疯狂吸粉了小舍的事最近热 的剧 也算小小的抱了一把 田宇兰被洗白 游网 点不好意思 挠着脖子而小舍得中的田宇兰 可 说是借鉴了华飞这个角色 但是把她改编的更 柔平和接地气 特别是在角色反转之后 明显能 人感觉她内心的善意其实非常大 而在之前她 种虎妈行为的铺垫下 后期的反转也来得更惊 了极限挑战 李沁孙岳早安稳陷井 为极挑打开 一种新可能但是最新一期的极挑通过邀请礼 和孙岳的出场 确实为极挑打开了一种新的壳 比如有一季极限挑战就邀请了迪丽热巴参加 各收视率真的叫一个惨但是极限挑战真的家 女嘉宾就不好玩了吗 那一期不管是从笑点 还 从创造的经典形象来说 都是极限挑战之最可 说这一期极限挑战光是看李沁用早安稳陷井 光所有人的初始资金这个游戏环节就为本计 现挑战贡献了最有看点 有欢乐的一个镜头所 这一期极限挑战收视率能够回升 真的得感谢 夏孙岳以及李沁 刘诗诗新街的广告片也太令 迷惑了 杨书感觉现在的很多广告不仅没有审 不说 还很令人迷惑杨幂早年也拍过一个非常 获得代言 这发型与裙子还没吃东西 观众都醉 傅 仿佛给人安了个大喇叭在耳边以及汪东城 演女性产品 被问及后 回应如下而且杨书发现 闷生活中大部分的广告内容早早的就变成不 被美感 且文案还非常精神荼毒人今天 杨书旧 这大家再次欣赏一下当年那些经典广告 有的 告甚至还对那一代人起到了不可小觑的美学 蒙作用 和冯绍峰离婚后再传好消息 赵丽颖为 胜诉获赔50万元 5月3日 赵丽颖也再度传来了好消 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了赵丽颖与东莞斯朗时 有限公司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 裁判日期为2020年12月30日 此举也侵犯了赵丽颖的消 权 姓名权 名誉权赵丽颖也要求被告立即删除 按侵权文章 停止侵权行为 并公开赔礼道歉 同 赔偿赵丽颖经济损失200万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 维权成本合理开支3000元 谭松运出圈后躺赢 时代 年团内斗 易阳迁徙新电影为何撤档 现在团队 与谭松运恋爱这一块把控比较严 即便身边不 追求者 谭松运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谭恋爱世间 你被撤档后 有对家抓住这个机会趁机黑了衣 易阳迁徙 易阳迁徙在这部电影中的戏份并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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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